第四點 本案目前都更已取得執照 嫌疑於文資保存有所提出 可考量其他保存方式處理 例如異地保存或記錄留存 以上是 9 月 1 日會攤記錄的摘要 會攤之後 文化局不續接到了都市跟新案實施者 環藝建設五分有限公司提送 都更範圍內住戶共同澄清涵 以及後續也有住戶個別的陳清涵 在今天會議之前 我們辦理會議的同仁也有收到一些住戶的意見 陳清涵相關的資料想附件 留地 50 到 56 月 會攤之後本局有再致函國防部請 國防部提供大維任職國防部長期間 關設地址及居住時間等資訊 並再請臺灣大學提供溫州街12項 4號配註情形等資料 那相關單位的迴函 想附件期的 57 到 59 月 國防部今日不刻前來 他的回覆摘要無效 查本部典堂史料 余前部長於民國 43 年至 53 年任職 國防部長期間 余包妹大財教授同住溫州街台大所配宿舍 民國 55 年擔任總統府資政日民國 82 年事事前 居住在新生南路一段 161 項 32 號 那該建物已於 105 年 1 月拆除 管理機關臺灣大學回覆 民國 40 年 1 月 該校友配助於外文系大財教授 79 年於大財教授過世後 收回溫州街 22 項 4 號 讓 82 年 5 月配助於農學院的許文副教授契經 並查本店戶 本校並無於國防副交換宿舍使用 及於大維先生配助記錄 本校於 92 年委託城鄉所 就本校所管有殖民時期的校舍卷舍等 進行通盤式調查嚴重 蘋果其中校具價值者於 95 年 已提報辦理文資審議 今 95 年 12 月 13 日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第 7 次會議決議 指定其中 十余洞為古基或歷史建築 其餘防設則同意 不予指定及登陸在案 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考附件8 以下是這棟建築物 它們排例子是溫州街 22 項 4 號 那是坐落於 206 地號 那現況照片 右邊這張照片是一進入 就是裡面的時候的建築物的正門 然後這些是建築物內部的當日 9 月 1 日我們縣開時候 所拍攝的照片 那這是建築物外面的潛艇 一些實在的照片 還有側編輯後面建築物的一些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新委員 參考附件8 基本資料 這棟建築物位置在台北市大安區 溫州街 22 項 4 號 坐落於台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一小段 206 地號一筆土地 建物為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1187 建號 創建年期約為日治時期 建物及其定著土地所有人是中華民國 那管理人是國立台灣大學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三種住展區 現礦蓋樹是 現在是由管理機關國立台灣大學 佩宇該校教授許文副教授 那目前是由夫人居住 目前該棟建物人由台大管理 前庭後院多止災 建物前庭外觀及天花地板部分木造 建物內部多數以現代化 建築歷經多次裝修 原貌教不完整 第三點 管理機關保存意願 台灣大學表示 該校於92年以委託城鄉所下教授 就該校所管有殖民時期的校舍與眷舍 以進行通盤調查研究 評估其中教具保存價值者於95年 以提報辦理文資生意 經95年12月13日文化資產價值 審議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 指定其中始於動為古蹟 或立實建築 其餘房舍則同意不予指定及登陸在案 那本案的建物 溫州街22槍44號當時是不予指定及登陸在案 令查 余大為先生於國內已有設置紀念館 負責收集及展示與先生相關事蹟及史料 價值分析 文化局106年9月11日 辦理該建物的文化資產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的委員有張委員 當院主持人張委員 王委員 劉淑英委員 建委委員等 那三位委員是如同剛剛講的 初步認定補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一位初步認定文化資產價值比弱 一位初步認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但可考量其他保存方式 如異地保存或紀念留存 第五點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的評估 本案建物 上代今天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是否具文化資產價值 如今審議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應有所有權人 管理人 使用人 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議請土地建物管理機關 台大進行說明 那本案 你請本委員會審議 並以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那提醒委員 我們 就是建設公司跟提報人 還有台大 都分別有提供書面的資料 那這份有比較多標籤的是建設公司的資料 那旁邊有咖啡色裝訂的補充資料 是提報人 足工房提供的 那另外有三小份紙本的是 管理機關台灣大學今日提供的 有一份補充資料 因為裡面涉及就是個資保護 所以請委員就是 閱讀參考之後留在現場 這樣謝謝 那我們進入登記發言的部分 那我們的順序一樣是由提報人優先 那接著由陳情民眾的部分有11位 在由三分鐘的發言之後 最後有所有全人進行發言 那第一位提報人是陳情忠先生 那請堅持五分鐘請掌握時間 謝謝 CDU,我是首長的 我的主導人 請進行說 這個案子 謝謝文化局這一陣子 這個案子呢 謝謝文化局這一陣子別欣販 雖然說在後面產生的一些公平 但是我還是疑問一下是謀略 你們就是應該做一個同事謀略的 起報這個案子其實不大 是這個案子 是這個房子連結出一個臺灣同志士到現在的一個臺灣境外 從施糧洞、富士敏、余大臺、余大文、余大綱到余明教授 他有軍事國法的歷史 他有教育的歷史 他有文學戲劇技術的歷史 他有農林局業的歷史 怎麼樣在一個房子裡面容納這麼多臺灣歷史 請各位去思考一下 所以很多人也許忘記了 曾經有那麼一個過程 幾乎可以直接說 沒有一大維就沒有823之後安定繁榮的60年 甚至是未來的100年到正月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的建立 這是我們提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提報過程 我們受到很多台大、很多資訊錯誤的干擾 但其實是這樣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去收集資料 所以各位所在現在這一份資料 就是包括我們提報資料跟普通說明 還有本次文師審議的一個回應 我們這個歷史的爬書 期待可以留下建築物 厚實臺灣指定的兩份跟城市的文化 那因為我從文化學身邊得到的資訊 都知道我這個學題有點錯誤 所以我的簡報好像很難找 那我想說我可能會談一下 跟我們這個 我看不到 我先做一個提醒 麻煩議員 從提報以來一直到現在 總會聽到這麼一句話 挑戰 國賠 十一、二十七 重複、重複、重複的軍道 依法行政要國賠一次 房子沒蓋掉 十一、二十一、什麼 那增富人那就是土地 很難得溫州間台大有一個正好好的 無形資產、無形有形資產 現在幾乎都半年了 那我當然不希望它變得幾乎多年 我曾經各位我也也是 這個地方就是一大圍戶居的位置 下一個 高等觀測、第二等度台 其實規則已經很高了 也已經不多見了 在高爾濱這邊也完全沒有 我覺得 業主史上 它有留下的必要 我們從文資寶界站 看一下古蹟或是基金建築 都跟我們這個案子 申請提報 有機會 來提報我們一個文化財產 在古蹟指定天廢審查辦法的第二條 跟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入廢審的指數辦法第二條裡面 公有建築物履歷史之明 就要在處分前進行一個價值提報報告 其實很簡單的就好 也不用八個月、十個月 沒有這種道理 第二個 文資法施行新規則支持17條 針對各類型的文化資產 要邀請各類別的專家學者健康 做成各類別的整義資產條件 然後做文化資產價值提報 且文化局提照辦理 在105年 新的文資法設立之後 所有的都跟案文化局 應該要參與 為止我們沒有提出文化資產價值 7月20號第一次會單沒有進去 還有不列車的會單意見 第二次會單 有五位委員的意見 其中大部分是在於 作業於有沒有居住的事實 這個部分其實我主動說要聽得清楚 第二部分就是說 建築物有些構建不建的 光澤不復存在 然後修復經費 我個人同事土地修復十幾年 做過十幾個知識宿舍 從教材研究證據到修復工程 我不知道這樣的標準 就可以認定一個文化資產 有沒有價值 謝謝 那我們今天是曾經登記發言 時間是三分鐘 請掌握時間 第一位黃慈貝小姐 美鳳畫教育 請掌握時間 沒有 LAURSU國君 請掌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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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正 moeten掌握時間 正掌握時間 請掌握時間 我是黃慈貝 我自己在月學術界工作 二十幾年 我擔任過文化資產審議委委員 也將近十年 不過現在也還是文資委員的身分 就本案來講 以我的過去的經驗來判斷 我認為余大偉故居的這一件經驗建築的文資提包 事實上它不只是具有試定的經驗建築的價值 而且它有國定的經驗建築價值的潛力 怎麼說呢 第一點 大家看我們提供的提包資料的第二頁 這裡面所居住的名人 他的年表 我們可以看到這棟屋子居住的名人 包括日治時代的適量壽難 余大偉 余大綱 余大綱跟許文傅先生 甚至於傅樂成先生也斷佔據中國 還有台大校長傅思念先生 事實上他的去世之後 他的骨灰是從這裡移到復原去的 這裡面牽涉到這麼多的名人 我們當然第一個講最重要的是余大維先生 他的貢獻 他一生團息故事態度 我只講一個他對823炮戰的時候的貢獻 保衛了台海的安全 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余大維先生 他在這個屋子裡面運作為墨 做這個樣好的作戰計畫 我想今天我們大家就不用坐在這裡開會了 所以這是一個關乎台灣的國家安全的 國家的價值 不是一個台北市的價值而已 第二點 第二點 這一棟學系 這一棟房屋 他牽涉到台灣的學術史的價值 他有哲學系的創新元老 他有外籠系的創新元老 余大綱 哲學系老師這樣收看 他有中文系的創新元老 余大綱 他有歷史系的創新元老 他有農經系的詢文部先生 這樣子把這麼多學系的起源排大 是台灣的學術花園的地方 這麼樣跟他的學術起源有關係的學者住在這裡 請問台灣還找得到一間嗎 那這個不是國家的價值嗎 第三點 我們從這個屋子裡面 發生過的故事 他有聚集過這麼多的名人 因為余大維先生他的家族 愛護弟子 愛護這麼多的年輕人 所以這裡面後續他產生了 我們知道說第十一頁 我們知道這個 請各位看這個四十六頁之後的這些名人的簽名簽署 這麼多的文化巨人是 我知道 我的郭港人在這個地方孕育培養 這裡應該是台灣的文化省地 大家都要來朝省的地方 就三點來講 它是國家的價值 那麼可惜我們看到這樣的審議過程是花槍走板的小鬧局 非常多的干擾 不當的發言在干擾 而且這裡面還包含了很奇怪的這個 退避事實的發言 說什麼這裡沒有住過余大維 那麼我們提供的資料裡面 從這個各位可以看到這麼多頁二十幾筆的文資材料 二十幾筆的記憶 我們的書在這裡都是坊間可以買到的資料 上網可以拿到的書 二十幾筆的文思記憶 加上我們做了十幾筆的口述錄影 那麼這些口述人都清清楚楚說 他身邊最親近的人說余大維先生在這個房子 住了將近29年 將近30年的歷史 這麼樣長久的一個歷史過程 那麼再來我指定一點 文資委員說這個屋子充滿了爭建 那麼我要告訴各位這個故事 旁邊的爭建才是重點在紀念念圖上的 因為它是國防部特別給余大維先生蓋的房子 這裡面是他的書房 是他的招待所 這裡面曾經就是曾經蔣經國先生 蔣方良女士到這個屋子裡面去 跟余大維先生見面 有這樣的故事發生在這裡 可是我們的概念認為說這是征見 好 妳的答言內容待會我知道好不好 謝謝 好 以上請大家參考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請接下來的成績居眾掌握時間 三分鐘 下一位陳偉德先生 謝謝 先請請 我覺得接著上一個黃森菲小姐的發言 就是就民人共居的認定來說 就文資產價值的認定來說 只要有居住過就可以認定 那各位有沒有剛剛的配出資料其實是很完事的 好 再來就是 就是說在提報過的前方中 我們就發現很多矛盾跟奇怪的狀況 那現在就建築的現況來說 下一頁 我們先看一些潛期報告 2000年台北市議政局委託中原大學建築西座的 台北市議事宿舍調成研究報告裡面說 12月14號的狀況良好 下一頁 2003年台北市議政局委託所做的台北市議政局委託北科做的中央各機關局文化資產前 建築調查報告幾點 將建築建築業為聚文資前一年 下一頁 9月1號委員的縣貪對於原貌保存的狀況以及建築保存的狀況 其實意見有很大的分歧 後來跟前期的那些報告的意見都不太一樣 那真實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照片 下一頁 黑瓦跟鬼瓦其實都是完整的 雨嶺板霧窗都是原構建的 這幾頁 霧窗的柳條、窗扇、側板、雨遮全部都是原構造 下一頁 下一頁 顏色雖然有鐵捲能加建 但是原構造後帶一部 就是石墨的方法 全部都有原構造還佔好 下一頁 室內的部分 藍間跟天花都是原來的構造 且保存更換兩號 下一頁 木窗雖然有首部分的玻璃有更換 都是窗線、窗隔 然後大部分的玻璃 我們進去的部分都是原構造 而且保存更換兩號 下一頁 大門的霧門 然後還有所謂的二龍龍肩 但其實它是沒有意識的 那個RCA的兩分龍 然後我立起來這裡 所以對於本樣的間子的狀態 我們都想要女子同樣的狀態 為什麼有幾個短路 我們看到會心有大 是不是 有些人都應該要去現場會攤 然後 或是需求更多未付專方的專家 來參與這個迷惑 或是我們要去客觀的迷惑 比較可以 不然的話 只是以間子的負重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 盧德軒 盧德軒 在這邊 我直接 不好意思 我在這邊直接播放 我們訪問的幾位名人的影片 謝謝 請先放 放靈 來 這個 轉 他才能夠 這個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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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剛轉 他才可以上去 好 所以 沒有 沒有 千千萬萬人的聖母對臺灣做出巨詐的寶寫 還在期間他這局沒得了 遇到現在一個偉大的負責 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 他扭轉了歷史的進程 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的聖母 為了展覽做出巨大的寶寫 還在期間他這局沒得了真實的 也祝了他 823號在期間 他運從美國多次 大陸先生被寶寶寫休止 大陸了這場 大陸戰場 823號在北深 開啟了 臺灣後五十九年的安定和安定 當先生一生青年 長年住在他妹妹 大陸陣 剛 90歲的劺 capitalize 臺灣和安定間 曰蓬埃 大陸好 他對經過的事實上 如果學生的事實上就被拚了 由於副校長的堅持 改大出了台灣運動的特徵就算成功 而大尾先生和大財教授的 畢童最強的敵點 與大黨受選的 是在六、七、十年代 也會向文化界最大最強的敵點到十年 大財先生和大剛先生 當年指導的學生 今天多數台灣文化界的誘導經驗 溫州節二十百相識後 是因為對台灣做出大貢獻的 是將來的勇群 也是二十十年代 文人具體的一個敵點 我在這裡正中的勇群 保存你 一大武線上的勇群 流向台灣的意思 或是我的眼淚 好 我們時間到了 好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就下一位 我无惠意 然后我也是文化人 我现在要在这里强力的抗议 我觉得文化局失职 你们今天是文化局 但是你们却站在都庚的利益 站在都庚建商那一边 我强烈的抗议 十亿二十亿之说 根本没有 钟永峰 甜味 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 我原来不认识于大伟 但是为了这个房子 我开始爬出了他的脉络 这个人非常的了不起 你们所拥有的那一块地 温州街二十二项四号 是国有财产局的地 国有财产局的地 是属于全台湾人民的地 不是属于台北私人民的地 全台湾人民的地 他们想要拥有的 就是文化历史的资产 而不是土力 建商 土力 台大 我跟你讲 余大为他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有两块钱 你为什么不把一块钱分给别人 这个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看到的 看到我们有这样子伟大的人物 曾经在这个历史上面 曾经在这个房子上面 文化局你不要以为你是都更处 你们要站在文化的地场 不要跟我们文化人做对立 而是要站在我们这一边 保留我们的文化资产 这个是我强烈的抗议 我知道所有的文资委员 我希望你们有历史文化的高度跟角度 有国家历史的高度跟角度 这个房子 他承载了台湾的一段近代史 他从日据时代 到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 到现代的许文富 这个承载了一段历史 难道这段历史不被我们后代的子孙看见吗 难道你们要成为抹灭历史的罪人吗 我强力的抗议 刚刚那一段林怀明的访谈 是我用尽 我去拜托他 然后他在机场上面 他所录制的 这个老人家 他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的身体不好 他在他非常的出众形象 他为什么要在机场上面 就这样子 自己用手机录了这一段 他是云门 云门会留下来 就是余大刚 余大刚跟余大为什么关系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 所有的建商 我觉得你们可以跟台大 台大有那么多的地 你们可以 融机转移 一定要在这个土地上面 盖房子吗 一定要在温州 第二十二厢盖房子吗 台大现在养了很多地 都在做什么用 做停车场 台大你今天的良心在哪里 你保有的是 你只是一个 保有这个历史建筑的一个保有人 而不是 你不是国有财产局 你凭什么处理这个地 好谢谢 这边在做提醒 对 谢谢对文化局的 谢谢对文化局的指教 但是不可以针对个人的部分 人格并遗憾 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有公开的录音 请注意这个发言的内容 下一位 下一位 王世上 没有 他是揭晓 那边的官员 对 好 各位好 我想上一个案子让我们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现场的文资委员的背景是什么 那大家都在都在讲一个建筑物的 有形的文化生产那件事情 好 那如果我们都要谈有形 所有的城市典范跟精神都不要留了 现场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们 余大为孤居 他的无形文化财 他的价值 他的典范 我们要留下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全有吗 我们是不是需要像这样的 在省议委员里面 必须有国防史 建国史 美人时代史 战后史 开国元勋史 还有他跟蒋中正 还有这整个中华民国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提出来 再来是这一栋房子里面 关于余大为他的 跟余大刚这个关系 然后还有从余大刚所发展出来的 整个建筑里面 空间里面 曾经对于台湾的文化艺术 发展有多少的讨论跟贡献 这一点是在座的委员可以判断的吗 几个委员都可以否决掉 一个房子的价值 然后你们没有专业的背景 没有艺术史的背景 没有国防史的背景 什么判口少的 再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艺术界的人士 有没有 十三位国家文化奖 两位总统文化奖 四位行政院文化奖 七位国家文艺奖 两位前文件会主委 两座亚洲艺人神救奖 两座台北文化奖 二等景星勋章的得主 金钟奖金鼎奖金直角奖 委员的手上你们都有名单 这些人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知道他是谁 而且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民生 以及是整个绿龙的人都来联署 为什么 因为都知道这一栋房子曾经 就是我们讲述这个城市里面 他在艺文沙龙 艺术沙龙的讨论的一个重点 除了余大方本身是国防部长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第三个我们一直提到 今天一直听到 就上一个歌我们一直听到 依法行事 依法行事 好 请问 我们现在的主持价值 情理法 法台主在最后面 各位是法将吗 台北市的文化获扣其他城市 这么多年 就因为这样的事故 就因为这样的依法行事 被大家绑住 这个框架 这个恶法 让所有的文化 都想要不要好好的发展 好好的衍生 这个是文化局要检讨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白昼事业 已经对柯文哲市长 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柯市长说 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 当时我们文化界相信了他 可是今天改变在哪里 文化局的检讨 城市文化发展 整个大方向到底在哪里 我们实在看不到 我们文化人只想说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文化界 有办法让你上台 用选票让你上台 当初柯文哲是用 是靠文化界的选票上台 下一次选举 大家试试看 文化会不会让台北翻转 下一位黄铭北先生 我是小姐 我跟历史太大的时候 台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高属的校区 是根部地球的爱国爱人 那学术的技术是真实 那我们在看台大 在对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概念 对不起 李大伟先生没有住过这个地方 那国防部的回眸很清楚的是 李大伟部长 他那个时候他跟李大财 他在光队李大财 就是居住来生这个皇居 近十年了 那李大伟先生 他对台大学的贡献 他把他自己 他在台湾这么多年 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有自己的家园 他所有的财产都拿来买去 三千九百第一篇五本书 各种的绝版的书 包括十七世纪康熙永的书 十八世纪的五本十八世纪的书 一百四成本十九世纪的圆版书 一千多本二十世纪初期的精彩的书 这些精彩的书 四千多本 近四千年的书 就给台大 然后台大为了感谢 台大为了感谢他 也把他所有生出来的书 做了一个比较多的书 这些事情在台大的历史上 难道不注意到吗 那为什么一个 这样的一个变更案 是四分之三的工地 四分之一的私地 所有都是国家的资产 凡75%是国家的资产 国家的基地是台大的基地 是这样被推待的 那台大怎么面对自己的历史 怎么教育自己的学生 能让台大不用去查一下资料吗 就这样的一个主部长 就可以这样的回答 我们是要怎么面对 所以我们的 今天台大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学生 面对自己的历史 下一位邱雄女 我个人是住在鱼河街住了三十年 所以那里很熟 其实那个宁海光附居 梁石秋附居 也都在那里去 台湾大 那个旧的宿舍很多 那远建 当然远建很多宿舍 已经水坏 包括那个 甚至于河建 那如果更之乐 近年的是郎靖山先生也在渡渡渡渡 王德石教授 就台湾史 也是在渡渡渡渡渡 他们的房子也都可以改建 那这个地区呢 我们是常常来到区域 他学会找 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原理 那个才值得 我觉得才值得保存 那其实他这个后面呢 已经盖了一个 一个叫十一康建筑的城 那已经那个旁边的 那个房子也都清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如果有一百康住居 我也常去看 但是那里都没有人 如果自己说要保留的 尤其是余大方先生 余大为先生 他们在那里披制的历史有多久 当然对国家共识 当然很怕 因为你自己曾经在行政院工作 你知道这些人的攻击 但是呢 事实上被国家有攻击了太多人 并不是说在这里 一个文化的记忆 并不是只有这里 这是大文化 已婚中间 写文章写人非常多 有写文章写人非常多 有写文章写人 再让你住 这些人的语言 就是我会对这篇文章写人 这篇文章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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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近当代历史 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 大为先生 他是那么重要的 一个兵工弹道专家 这是一个文学家 历史家 文学家 蒋中正总 对于大为先生 真的是言听己诚 非常的尊重他 很少有一位 非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 他得到贾宗正总统 如此的信任 这样率真 这样自在 他有一种生命的能量 那个伪装不出来 他就是活成这样 就好像这是我的长辈 这是我的家人 他们什么都要管你 什么都要问他 那我就接触到尹部长 我看到了资料 跟我看到现场 他住的那个房子的样子 我说实在来 我是非常surprise 然后他整个人 跟那个房子是一致的 完全一致 就他那个人 就是那个房子的样子 说实在来 里面还乱糟糟的 在房子里面乱糟糟的 到处堆的都是书 我们说这个在温州街 二十二项的这一栋老宿舍 那真的是以一个小小的空间 它在付了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历史意义 然后也发挥了一个那么大的文化影响 李宝敏先生 蒋熊先生 还有李亚印也是从那里启蒙的 所以当时我相信那个场地 以及那个场地所发挥的人文的影响 我觉得余大为先生所发挥的启蒙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而这也跟那个场地有关系 所以余大为那个地方是蛮重要的 很多人物都在他那里 温州街 这些都行述了温州街的一个非常强烈 非常浓厚的人文气息 这个是无可取代的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伟大 因为它有历史 因为它有人文 它有各种参与的这个城市 它的一个发展 它留下来的足迹 加起来才使得这个城市 它有非常珍贵的历史 就是说大家能够进去看 看到说我当年看到的那种感觉 我就不用讲别的 就是那个房子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当年的状况 如果能够留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加持的一件事 那我们时间到 下一位 愿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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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文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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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我想關於大維先生的 這個事情已經很多了 我就不再退休了 我先講個小故事 大概在五六十年前 我們家經常 我家說經常對兩個自分親 他對於大維先生的語言脫切的偷分親 他想把他當中大維 我們就想完是五六十年前 他在我們老百姓的心中的地位是多少 我今天我想談一下 關於從台大的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一大維副長的故居 我首先認為這已經不僅僅只是剛才 剛才所謂的一個國定的資產 它應該是個世界級的資產 今天一大維故居它的存在有什麼意義 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可以說是台大跟哈佛最重要的一個聯繫 今天等於是台大保存了一大維副長的故居 也不告訴哈佛 你們的教育 我們台大肯定 因為你們教育出這樣的學生 來為我們服務 這樣子 我們台大也展現他的一個道路 另外 他這個護軍的保存 代表了我們台灣學界跟軍界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 告訴他 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在台大住過的人 他的學問跟他的軍事的成就 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麼重要的資產 而台大竟然說他沒住過幾年 我聽起來真的是蠻難過的 為什麼 因為倫敦西區貝克斯堰221號b 那個地方也被英國保留下來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個地方的巫主是什麼 那個巫主告訴大家 他還沒有出生 也不會出生的 因為那個巫主 他的名字叫做佛爾摩斯 英國把他的房子保存下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在英國的文化的重要性 由於他 我們知道了 河南道文 知道了貝爾醫生 一連串 當年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那一根光輪 我們借而可以獲得 把我的報告人情報分析來的來自 其實是所有選人 第一位是福利中和 教ds官你是武先生 餒 給我含酵五分鐘 讓我把食品 娟秘手 大家好 我是所有選人 那我本身也和白清真 ある consonant書先生 mi6 有做過 現在這個情況我也跟你lehadomo解釋過 跟白清真正打 arrangement 那這是一個挑換觀念 然後呢 包裹是人情 先名 我也先點過來對你的 因為余大維先生他當時和余大財交換住在那裡 那換了這個要命化時間 可能是余大維不絕 那余大財這又不可能是余大財不絕 那他們那些解謎的人 他剛才講過他會文藝講的得主 那他們的文藝沙龍根本不在那 那是林懷銘先生自己寫的文章 大維先生那時候擔任儀太旅行社董事長 辦公室就在博物館一鍵之隔的館前入40號 六七零年代出現在那30多瓶小辦公室的人 包括林岸祥 江青 胡丁拳 簡志信 雷天聰 陳應貞 許強惠 祖歌 張老公 世屬金 那很多現在還活著簽名的 那他們是人情簽名 簽名對余大維 那我建議提案人傾注他的無處發洩人熱情去呼籲保存管行 路40號 而不是這個地方 這根本完全弄錯常遇吧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台灣那個大陸一千台的這些人有名的很多 那軍事的家族呢 他們還有一位弟弟 余大維 那他是江青的潛伏 那大家如果要收集這些 所謂的文化資產文化財能 應該成立一個委員會 由這些熱情經濟補助發洩人 去收集包括江青的資料 他對中華民國的影響 我想比余大維還要大 那還有就是 剛才那個好像是徐陸吧 那徐陸還有黃碧專家 他們全都被誤導 因為他們被誤導認為 這個文藝沙龍是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剛才已經講了根本不是了 這是林淮明先生自己的文章 那所以我一個 唯一一個在這邊住了30年的區務庫 我覺得會有這麼多莫名其妙的發言 讓我非常的訝異 另外就是說 這個如果說是紀念館的觀念 那只能有一位 不要又扯上什麼是梁壽男 還有什麼徐文符正 讓人覺得很疑惑 這到底是誰的紀念館 那如果說是余大維的紀念館 那請這些人先把余大維的這些 無形的 留現在還留於台灣的資產 先搞清楚 謝謝大家 下一位 下一位 洪俊銘 大家好 我們是跟本案有關的杜溫副 然後我們配合政府 然後參與杜溫計畫 那經過十年漫長的生態 好不容易在去年的職業 省力通過 那我們現在已經搬離原來住的家 然後在外面住房子 那如果這個 都剛才沒有生意氣死 我們會注意失所 然後其實可以放得到自己的家 所以我們很請 各位委員 還有 各位委員提亮我們出境 那 也請 他會適合保障我們的情意 讓我們可以依照原地的計畫 然後找到可以回家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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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